迟到了两年 梅根·马克尔与Spotify联合制作的播客节目终于上线了 2020年11月 梅根和哈利王子与Spotify签订价值1800万英镑的巨额播客制作合同 直到现在才上线 按照前美国女演员一贯喜欢的拉虎皮扯大旗的做法 此次梅根又一次与女性话题作为切入点 据悉尤其担任执行制作人的播客系列节目 ICTAPS主题定为《讨论女性的刻板印象》 讲真 梅根选这个主题一点都不意外 这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总是喜欢站在自以为是的角度上 用打破冲破这样彰显标新立异的词汇去阐述他华而不实的大道理 暗戳戳地述说自己的各种委屈 实在是让人腻歉 当地时间8月23日 在ICTAPS第一期与塞雷纳威廉姆斯讨论关于野心这个词的误解 节目中 梅根再次用儿子阿琪暖场 并大打同情牌 一开场 两个孩子的母亲与节目嘉宾 23个女单大满冠冠军 塞雷纳威廉姆斯讲述了儿子阿琪卧室差点失火的可怕事件 先绘声绘色地描述环境的简陋 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 2019年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带着四个多月的阿琪 访问南非的尼扬家镇 梅根说 飞机落地后 我们就不得不停在他们让我们住的住宅单元房里 然后我们立刻去了一个叫尼扬家的小镇 参加官方活动 期间我站在一个木桩子上 给在场的女孩和妇女们做了演讲 活动结束后 我们刚一上车 他们就告诉我们住宅那边失火了 应该是婴儿房失火 苏塞克斯夫妇心计如焚地赶回了当地官员 为他们准备的单元房 看到他们出色的保姆正泪流满面 梅根继续 她本来是要哄阿琪睡觉 然后她说 我打算哄她睡着 然后下楼拿点吃的 但她又本能地想 在我把她指阿琪放下来之前 还是先带着她一起下去吧 育儿室的加热器着火了 没有烟感 不过幸好有人经过时 闻到了烟味 进去把火扑灭了 她指阿琪 她指阿琪 本应该在那睡觉的 如果话说到这里 相信每一个人都已理解 梅根作为一名母亲的心情 换作任何一位母亲 想到自己的孩子处在可能的危险中 也一定会如坐针毡 梅根当时的心情 用她的话说 作为一名母亲 你会说 Oh my God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在流泪 每个人都在颤抖 坦白讲 充分理解梅根当时的心情 如果这个话题到了这里打住 同情票已经拉满 然而 梅根立刻又来了一个转折 而转折后的话 才是她真正要表达的目的和主旨 接下来我们得做什么 出门 去出席另一场官方活动 我说 这没有任何意义 你能告诉大家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认为注意力 最终会集中在她的外观上 而不是她的内在感觉上 话说到这里 再一次暴露了 这位前美国女演员的狭隘格局 可以理解 梅根作为一名母亲焦虑的心情 却实在难以理解 她作为一名王室人员 应该具备 却欠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王室官方访问 又不是去度假 一个活动的安排 需要长时间 大量人力的多方筹备和协调 在参加另一场活动前 已经可以确保阿琪的安全 并且做了相应的安排 尽管她委屈焦虑 但既然在其位 就得谋其政 不是吗 不过 从嫁入王室到离开 甚至是到了现在 梅根貌似都没有真正理解 王室光环下 所需付出的隐忍 和无奈的实际含义 她也从未分清过 一个王室成员的 公语司的立场和身份 哈利和梅根一样 在王室生活了三十多年 或许是因为王室是自家企业的缘故 落庞王子 貌似一直都没有弄清 王室成员的双重身份 是怎么回事 只顾一味地享受特权 这一点在今年六月份 回去参加女王登基 七十周年庆典时 也有体现 苏塞克斯夫妇 本以为他们会如以往一样 光鲜亮丽地站在人前 出尽风头 然而当英女王和查尔斯王子 只是把他们当作 偶尔回去做客的 私人亲戚招待时 他们立刻就尴尬了 当然了 这俩人仍然没弄明白 是怎么回事 更是没看清 他们现在在王室 只剩下的私人身份地位 所以才会在 围棋四天的活动 还没结束时 两人就带着孩子 阿琪和莉莉贝特 愤然委屈地 提前退场的情况 第一期节目中 梅根的毛头 仍然拘泥于 打着所谓的 女性吃刻板印象的旗号 实际上 仍然是在表达 她自己对王室的不满 在她看来 在访问南非时 之所以她必须 要去出席另一场活动 是因为她被贴上了 某个标签 被打上了某种烙印 被放置在了某个盒子里 这一切在梅根看来 或许都太虚伪 太表面化了 因此她说 人性化和突破这些标签 这些原型 和我们所处的 这些盒子的一部分 是对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 幕后人类时刻 人类真正地感受的一些离弃 并给彼此一个休息的机会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哈里和梅根还真有得折腾 除了这个播客节目 哈里的回忆录也要出版了 王室还真的是不胜欺扰啊 英王室剑桥三宝 好久没有出境 凯特与威廉夫妇 也没有什么新公务 一家人应该都去度假了 果然 有网友在机场 拍到了凯特 夏洛特 路易一家三口 威廉与乔治没有同行 他们应该是去度假 或者是与家人团聚吧 暑假 孩子们都放飞自我 王室小公主小王子可不一样 他们的度假计划 都是提前拟定好多 就拿夏洛特公主来说 虽然上小学了 但是和同学们并不一起玩耍 而是去城堡里度假 或者去人少的小岛屿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不被打扰 乔治 夏洛特 路易三兄妹 好久没有出席公务了 他们毕竟是小孩子 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去自由玩耍 不过 生活在城堡里的小公主 与小王子也不孤单 跟着父母去不同的地方度假 也是开心得不得了 最近凯特带着女儿与儿子 亮相机场乘坐飞机 太接地气了吧 近日凯特带着夏洛特 与路易走机场 七岁女儿自己背着包 毫无公主包袱 牵手妈妈凯特 就像普通的小游客似的 只见她当日穿着紫色碎花裙 下身穿黑色打底袜 脚踩黑色拼底鞋 一身淑女风 砸起双麻花辫 俏皮又淑女 碎花裙一直是夏洛特的标配 她出席大型活动 也喜欢选择碎花裙 价格不贵 还好看 只是颜色与款式不一样而已 这次穿的是紫色碎花裙 之前没有见过 应该是丝服造型 长发扎起双麻花辫 很是可人 这才是小女孩的正确打开方式 人家王室公主都这么朴实接地气 普通家庭不富裕 也不用攀比 姐姐走在前面牵手妈妈 弟弟路易也罕见现身 独自背这个小书包和保姆并排走在一起 还不用牵手 太独立了 迈着自信的步伐 比哥哥乔治还有国王气场 姐弟俩一起走机场坐飞机 不知道这一次夏洛特会不会管着弟弟 不过从路易的机场表现来看 长大不少 应该也懂事了 说实话 夏洛特从小到大 都是媒体的宠儿 喜欢穿碎花裙 给网友淑女又乖巧可人的印象 殊不知 但是私下里的小公主也玩得很开心 就像邻家小妹妹似的放飞自我 只是家里就她一个女儿 受宠是必然的 宠爱并不是要什么家长就给买什么 夏洛特公开照片穿的都很接地气 比如这件蓝色的碎花裙 娃娃领设计 脚踩蓝色小布鞋 太接地气了 坐在绿色的草地上还没有公主架次 面对镜头微笑太像曾宗母了 由于夏洛特是已故戴安娜第一个孙女 颜值与长相备受网友热议 不过她还是长得最像曾宗母 之前穿粉色碎花裙 隔空撞衫曾宗母 同站在窗户边 扒着窗帘 表情与气质宛如复制粘贴 不少网友都说 英女王基因太强大了